来吧下一位 哎呦可以哦来 来呦可以哦 双眼怪双眼怪来看看双眼怪有没有活 英哥我就想问一下 这个美国他们的这个人种 他们的身体怎么样 就是我们黄种人要怎么干得过它 咋了我理解的是你想说的吗 摁着肩膀头呗 你说的是啥意思 就他们的这个体质是不是确实要比我们好一点 身体素质吗 对对对对 平均吗 平均吗肯定只能讲平均吗 这个事也看怎么平均 你先这么说哥们 奥运会哪个国家得金牌剧毒啊 他也挺别悖论的是吧 但是确实啊老外这个从小 他的他这个比较皮实 这是真的 他确实比较皮实 他们这边小孩感冒发烧 老板就往冰池子里扔 咱家回家盖上被 喝点粥 动不动就喝点粥 咱也不知道这个粥是有什么营养 还是他能减小胃的那个 那个就是负担 咱也不知道为啥 反正就是动不动喝点粥 对吧这确实是不一样 他们也喝粥 他们喝个屁粥 他们他们发烧了 他们直接扔冰池子里头 他们这边孕妇生完孩子了以后 第二天就当天生完了以后 给你一杯冰 给你一杯冰水 给你一个牛排 给你一碗沙拉 你酷酷吃 吃完第二天去参加泳池趴下来 这就老外 咱家屋一个月 屋里面屋一个月都不再出门的 对吧 这确实还是差一点 这个体质这块 确实有点不一样 你对国内教育建议没有 就国内的这个中小学教育 你说我有没有什么建议 这玩意能轮到我发言吗 你可以发言 你现在千万粉丝 那咱可以说是有什么畅想 就是有没有什么 对我畅想 我建议把咱们孩子的 这个体育类的项目 真往上拔一拔 体育类的项目 不要天天的 就还有一个 我说实话 就是虽然学习好 学习压力大 学的东西多 但是这个一个个都病病痒痒 当然我不知道现在啥样的 现在确实 那小孩长一米八的 多了去了 身体素质都挺好 但我说我那个年代 看见的 就是现在可能回头去看 包括就今天是不是这样 我就不知道了 因为我也脱轨了 但是我总觉得 咱们国内小孩学习上面 就身体素质上来讲 确实是这个不如国外玩的花样多 对不对 确实不如国外玩花样多 我觉得总应该把这个 就是运动类的东西 加一点多一点 我看现在国内不有那个专门 做推广什么 打棒球这啥的 项目也要多一点 咱不能传统老师出来 老打乒乓球 咱不能一直玩小球 对不对 该玩其他东西也得玩 洋洋大国这么多人 啥人才都有 是不是 广播体操 我一说又就是雷系 之前你们看的 广播体操 原来我那时候 我上学的时候 我们女生就认识了 穿着运动服校服 给她个袖子 一只手做 搭了个膀 扣个肩 不咱也不知道咋的 就是但凡你动作大了 不淑女还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个 这个上面的概念不太好 我觉得 我觉得多点运动项目 应该是好事 对不对 广播体操 研保健操 就是他追求的 都是好的东西 但是就是你看一整 比如说我上初中 三年没见过体育老师 是不是 体育老师回回家有事 体育老师就 我都怀疑没有这个老师 是不是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东西 适当还是应该有一点的 就是加强点这些东西 我觉得就不错了 因为从学业上面来讲的话 咱们家的这些 学的这些能力啥的 比同龄 全世界同龄小孩 学的东西都多 但是不能光书本 对不对 光有脑子不行 脑子行不行 这东西 你不要拿 我80后的时候 你讲话 我上初中 我高中毕业的时候 我除了上我八包学 我啥也不懂 我啥也不懂 那是我那个时代 你当现在小孩傻呢 现在小孩00后 20来岁的 我告诉你 个比个精 个比个精 小姑娘 小小子 那一个比一个聪明 你别拿别拿 当80后年代了 哥们时代在进 进不过 80后已经40岁了 但身体不行 你到时候肝脏 还是得看身体 得了 我多了 我不愿意给你 我不愿意给你 多说 哥们 那不是看身体的时代 已经过了 现在看的是 妈你 妈你一套 懂吗